全国客家文化夏令营今年首次仪式南投县举办 随着防疫警戒降级加上南投疫情稳定 活动一连展开三天精彩课程 副新长陈生生自此指出 客家文化已重新在南投扎根 欢迎所有大小朋友来南投尽情体验客家令氏文化之美 夏令营开幕仪式由南投客家协会表演精彩的打主板 舒畅艺术揭开序幕 副县长陈生自此时指出 客家文化已经重新在南投扎根生活 更全力发展客装观光产业 欢迎研习的大小朋友来南投县尽情体验 客家历史文化传承之美 对于我们客家文化的活动 我们非常感佩客家杂志社 以及新竹的一个基金会 长期投资 甚至于规划 也办了三十二届了 他们是非常有系统 甚至于在民事的聘请 都是专家学者来担任讲座 最主要是要拟击客家乡亲的一个团结力 另外要把客家文化 做一个比较正向的传承 所以对于这种有系列长期的夏令营活动 其实是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来办理的一个项目 应该可以让我们国家协会 未来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规划方向 一个夏令营能够每年都几半也不容易 尤其是针对我们客家又是一个特定的族群 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夏令营能够把我们客家的历史 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语言 客家的文学 能够透过夏令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在台湾这一块 客家是第二大宗群 其实能够透过自我的认同 自我的了解 自我的认识 能够把我们客家的语言 客家文化 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开幕活动中也颁发长勤奖 给连续参加28以及18年的姐妹党学员叶秀玉以及叶玉娇 叶秀玉则表示 她就是不愿放弃每一次的深度见论客家文化难得的机会 我从40年接触到现在 来这里就是很快乐 每年就像回娘家一样 大家这样很亲切 就看到新朋友老朋友 一年看一年这样 非常非常的高兴 以前我都带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子女他们 邻居一共十几个快要十个来 每一次那时候 这项年度客家文化盛会 除了客委会也获得文化部 教育部高度的重视与肯定 相信丰富多元的文化营课程 能够让学员满载而归 记者商君博然就是采访报导